欢迎收看一早报 您好 我是从慧云 新闻首先要带您看到的是远航爆发停航消息 一手重整远航的董事长张刚伟 省引一整天 昨天晚间律师传出消息 今天是3号上午11点钟 还要在总公司开记者会说明 先前他选择以文字来面对大众 说自己被诈骗了9亿元 拖累了远航 会做破产清算 解决所有人问题 对外说的楚楚可怜 但张刚伟也被起底 疑似脱产 把个人和公司持有的大量股份 转让给曾经传出绯闻的空姐范碧如 好 远航证实从今天13号开始 将停止一切飞航营运 内部员工也系统被辞浅 民航局就在昨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时 解释因为迟迟无法联系上董事长 所以才会没有事先告知 台语系劳动局表示 已经组成了应变小组 进入调查远航大量解雇员工的违法事项 紧接着就是投票日还有过年假期了 现在对不少外岛民众来说 都使他们回家之路变得更加困难 远航木班机12号晚间10点左右 从合肥出发抵达桃园机场 机组人员面对远航突然停业的消息 感到非常不舍 而对远航无预警的公告 将在13号起停止一切飞航 台北市劳动局长赖湘林说 这样一个重大争议 张刚伟应该避不见面 甚至如果已经出境的话 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而有远航代理地勤服务的 乐陶街星等航空的旅客 也生怕会受到影响 就在昨天深夜11点多 有一名19岁男子骑车上阳明山夜游 经过仰德大道一段时 疑似车辆过弯失控 自撞山壁 男子当场没有了生命迹象 连线记者张光辉 好 接下来关注是政坛的焦点 要来带您看到这一位 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 竟来对蔡振英频频开炮 她说蔡英文没有生过 小孩不懂父母的心 这样的发言充满了歧视的意味 不仅民藏妇女部要求 韩振英为歧视言论来盗窃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 PO出照片反击 还举阵机扩大 托育补补助等 儿童福利 反抢张善政 她当隔魁的时候 又为下一代做了什么呢 而云林花生激乱也引发了蓝绿大战 蔡英文日前到云林视察花生收购状况 她说农民最怕假消息打击价格 农委会启动20亿保价收购 外界质疑蔡英文出手是为了要救选情 而对手国民党中的候选韩国瑜 则紧咬蔡政府的执政不利 抨击农委会变成了花钱部 遇到问题就花钱 而这场花生之乱 持续延宵 也影响蓝绿之间在云林的选情 国际消息 美国预定15号对价值约1600亿美元 中国大陆输美商品加增新闻的关税 美国总统川普推文 表示与中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美国彭博新闻报道 美中以原则上达成贸易协议 而这一份首阶段协议 正等待总统川普的签署 川普则说已经很接近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川普在推文当中表示 已很接近与中国做成一单大买卖 他们想我们也想 而有报道指出 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 已经提出撤销向中国 或加征新一轮关税 两项消息刺激美股上升 三大指数低开后反台 SNP标准扑顾500指数 一度高见3176点 上升超过一个百分点 休息下更多新闻内容 稍后来带您看到是 高雄就在昨天晚间上演 警匪围捕场面 民众报应指称 发生持枪辱人事件 警方立即出动警网 进行围捕 那么带您关注的是 来看看 云林县文化处举办的 文化艺术奖作品展 在很多的地方风情 摄影作品当中 您看看这相当的特别 出现了韩国瑜一家 十年前的全家福合成照片 好 说好 今天十点下能发生 整段路面的坦塌 目前尚未传出人员伤亡 警方则拉起了防线 做交通管制 早上7点18分 来到我们一早报气象时间 今天星期五又是一个 放假前的节奏 这好消息是 天气也要跟着回暖好转了 我们把时间镜头 交给主播四号 四号早安 好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 不过早晚还是比较偏凉的 到了周日开始 天气更加稳定 好 天气会维持到下星期三 也再次谢谢四号 那我们接下来的 带你看到圣诞节 即将来到各地 都会有热闹的活动 像是有保健食品业者 为了要给长者 还有弱势团体难忘的耶诞节 在今年的制工日 邀请员工走出办公室 到教养院做做义工 并且协助整理环境 设计闯游戏 还有床边唱歌等等的活动 与教养院的民众 提前过一个快乐的耶诞节 好 再来看到 日本东北高校 200多人的旅行团 正好晚间到内湖一间 免税店购物时 一次食物中毒 集体腹痛呕吐 北市消防局 派遣大量人车前往救援 将36名日籍学生送医治疗 无独有新北市 但是也传出有日籍的旅客 搭乘渡轮时不慎失足落水 所幸经过抢救 已经没有大碍 好 我们持续来关注 就是远东航空五玉井的停飞 不少旅客受到影响 班级降落小港机场 机长感性广播 乘客也纷纷的加油打气 不过机场内 也涌进了大批的退票延潮 有民众得不到远航公司的回应 抱怨连连 期待